上回說到 在多爾軍的支持之下 戴玉兒的兒子福林 終於順利地坐上了皇位 帝號是順治 這一天在崇禎殿裏 順治坐在龍椅上面 龍椅後面是戴玉兒和孝端皇后並排二座 各親貴大臣分裂兩邊 代善站在中間大聲宣布說 眾位親貴大臣 現在乾坤已定 由九十個福林繼承先皇大衛 梁公皇后在上 大家跟我行禮朝河申軍 在這個時候 浩格突然走出來說 慢著 我有話說 代善疾疾疾 冷冷地對浩格說 淑親皇 你何必 大叔 我是對於國家的忠誠 所以我現在想問李親皇 新軍年幼 如果未來的攝政皇 他意圖不軌 想謀朝三位 那應該怎麼辦呢 眾人聽到這句話都不由得看實多爾滾 多爾滾 面色都變了 但是很不高興 代善說 如果攝政皇要刪奪朝衛 一亂神賊子 人人得而諸之 熟親皇 你多慮了 浩格打邪勵 眼大玉宜 他冷笑了兩聲說 哈哈 大伯 這樣不一定的 萬一到了那陣 有人逼皇太后出面 說皇上他應該讓位 但是 那又怎樣 這句話 簡直是暗示大玉宜和多爾滾之間的思情 大玉宜聽到面色都有點變 但是 他強迫自己鎮定 多爾滾就面色鐵青 眼裡全部都是露火 代善也覺得浩格不像樣 就說 熟親皇 你不可以用非禮的說話 浩格就說 梁公太后請恕罪 我是無心的 只不過 孝端皇就說 夠了 既然是無心 就不要再說這些錯的說話了 大玉宜冷靜地說 如果叔親皇不放心 那請攝政皇對天蒙誓呢 多爾滾大拔走到大殿中央 大心說 好 既然是向著我來的 我就對天發誓 黃天在上人神共監 我多爾滾一定並功扶正 絕對不會妄自尊大 如果有人向我盡非分之言 勸我圖謀不軌 我就當他是亂神賊子 立正典型 這句說話 一講完 多爾滾 就捏起蒲咒 再也不看浩格一眼 另轉身就站回一邊 一下子本來是很喜慶的場面 立刻就變得有點冷清 代善 看見大家的氣氛都這麼僵硬 就出來打個圓重 好了好了 這樣應該夠了吧 大家一起向新軍行禮朝 哈 他跟著帶頭跪低 眾人也跟著下跪 大家對著大殿上 採黃偉的順子 一齊山呼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在福林登基之後過了幾天 大玉兒就約了多爾滾 說在郊外有事情相矣 為了避人耳目 大玉兒先行一步 在約定的地點等多爾滾 遠遠見到多爾滾摘磊 他一見到大玉兒的身影 神情都不知多麼激動和興奮 跑到大玉兒身邊 多爾滾勒馬停低 望著他依然嬌美的面旁 好欣喜的 他說 玉兒 我真的想不到 你會單獨在那裡見我 大玉兒臉都紅了 他遲了一會兒 終於在自己的衣服裡 拿了個荷包 帝比多爾滾他說 我好多謝你 答應保護我的兒子 好多謝你送了一塊龍形肉 配給福林 這個荷包 是我親手做的 雖然做得不好 但是 就當是我一個回禮 多爾滾摘過來 好仔細地看著 大玉兒有些不好意思 你一定奇怪 為什麼針線一半新一半舊 沒有 其實這個荷包 其實這個荷包 是你第一次出征的時候 我就開始瘦了 怎知後來 我聽見你之後 我就停下了 今天終於完成了 我只是想多謝你 多謝你保護我的兒子 多爾滾緊緊地把荷包 捏在手心裡 心頭一陣酸楚 我 玉兒 這份禮對於我來說 真的太貴重了 我 我現在不收錢 我現在收了個心不安樂 我要再送一件貴重的禮物給你 那 那會是什麼呢 是明朝的天下 明朝的天下 你不怕到時 你會覺得這個荷包 不夠江山貴重嗎 那 那只要你再加一件更貴重的東西給我 那就公平了 我 大玉兒看實多爾滾火辣辣的眼神 知道她說什麼 她馬上逃避 說 太貴重的禮物 我 我怕我給不起 只要你肯給 你一定給得起 我 大玉兒不敢再回答她的話 轉頭飛身上馬紮池而去 到了明朝崇禎十七年三月 李智成攻破了北京城 崇禎皇帝在梅山自殺殉國 李智成稱帝國號大信 當時寧遠總兵吳三貴帶兵駐守著山海關 李智成本來要招安他的 誰知李智成後來見到 吳三貴來到京城的愛撤陳元縣 哎呀 即刻什麼都不理了 馬上就將陳元縣霸佔了 吳三貴於是 宇官一路就衛紅眼 決定向大清國借兵殺回京城 殺滅李智成 以報自己的奪徹之仇 多爾滅一接到這封信 高興了什麼 他覺得這個正是出兵最好的借口和時機 但是在禮儀上還要徵求兩宮皇太后 和小皇帝順治的意見 於是他立刻進入皇宮請安 多爾滅很興奮地對孝端皇后說 四嫂啊 我要告訴他好消息給你聽 三貴派人帶了一封信來 說和李智成北共大天 要和大清借兵為崇禁復仇 四嫂 你像我們八旗敬女 可以大大方方地入關了 孝端皇后聽得很高興 大玉儀提醒她說 這個是好機會 不過恐慌其中會有詐 多爾滅就說 是真是假 那就看看李智成會不會派兵向東迎敵 如果是 那吳三貴就真的和李智成北共大天 如果不是的 那我們小心防備就行了 大玉儀說 如果是這樣 那十四爺 你不妨行軍的速度慢些 慢慢看著動靜再說 多爾滅就說 這樣啊 我想請示一下聖母皇太后 現在我應該怎麼答覆吳三貴呢 大玉儀看著她的神情 笑一笑說 十四爺 你現在是不是考我呢 我豈敢呢 那你答覆吳三貴的時候 當然呢 有些掌賞加許之意 但也要告訴她 如果她真是真心向我們大清的 就要先投降 只要她聽聽話 將來風雀風煌 當然不會少得她那份 多爾滅點一點頭 聖母皇太后你講得很對 神謹遵以止 孝端皇后一擺手說 哎呀 行了行了 小時候玩到大的你們 現在還嚇什麼氣呢 多爾滅點看看大玉儀的神情 特地引起她說 聖母皇太后 如果神將整個明朝的天下搶回來 你大玉儀一丁的臉都紅了 知道她又想提回 那又在郊外的話題 即是說 那我就預祝十四爺奇開得省 多爾滅點很自信地說 聖母皇太后放心 我已經決定緊急徵兵 凡是我大清國七十歲以下 十歲以上的南丁一律從軍 多爾滅點和八旗將士 很快就會為我大清席取中原揚威天下 的確 多爾滅點和多多率領八旗兵揮屍南下入關 在吳三戒的大陸之下 明清的聯軍和李自成的幾十萬兵馬展開決戰 最後李自成終於潰不成軍 多爾滅點在肅清了李自成的殘暴之後 徽軍入京 站在大明皇宮的莫英殿內 多爾滅點吐氣揚榮高興到什麼 他站在大殿最高的地方 看著面前這一張皇帝寶座都不知多感慨 眾人看著他都不由自主地一距跪下說 殿下 願殿下千歲千歲千千歲 多爾滅點一聲聲的歡呼 心情高興到極 忍不住啪一聲 坐在皇帝的寶座上高 哈哈哈哈 免禮了 各位 明朝是望於劉寇李自成之手 現在大清搶的是李自成的天下 我大清義軍之禮 是為明朝報君父之手 大家明白嗎 是 多爾滅見到很多明朝的行臣都齊聲地搭 多爾滅都覺得飄飄然 他即時任命泛民請 從整救征 凡是明朝官員投降的 恢復官征 百姓回來歸順的恢復他的產業 而且後葬了崇禁皇帝 又宣佈減免各地的田父 安虎民心 就穩定正港 這句消息傳到聖經 整城都是鞭炮齊鳴一片歡呼 皇宮裡面也是喜喜洋洋 多爾滅將消息送出去之後 自己坐在前明皇朝的寶座之上 多多地站在他旁邊 這個時候 他早就遣散了大殿的所有人 只剩下兩兄弟 一起在殿裡面聊天 多爾滅說 阿哥 現在仗是你打的 明朝的江山是你攻來的 這麼大的功勞是舉國無雙的 我說這個寶座 這次不輪到你來坐 誰可以心服 多爾滅即時警覺 他站起來冷冷的 多多不要亂說 我們大清已經有了皇帝 哼 搞個算什麼皇帝 福林 是個心蚊仔 阿哥 你聽我說 趁這個機會 我們手握著全國的兵力 如果這個時候你贈給一夫 你說要做皇帝 我想四嫂都奈你不和啊 多爾滅分開他 就不再出聲 自己就走出去了 多爾滅和泛文成兩個人 穿著漢人服飾 在北京的闢政小行裡面穿行 多爾滅想打探民情 又想看看現在的民意是怎樣 泛文成就說 王爺 在這裡我們人地生疏 你這樣做不怕惹什麼麻煩嗎 我們隨便走走走 不說什麼說話也不多事 會有什麼麻煩呢 王爺 你大概想聽聽外頭有什麼風聲 老百姓有什麼議論吧 哈哈哈哈 范先生你真是心知我心 不敢 不過王爺你想聽聽民情 有一個地方是最好的 茶館是嗎 是 兩人相視大笑 於是多爾滅和泛文成就選了茶館的角落頭坐下 茶博士泥沖好茶 又要了兩碟點心 兩人就暗暗聽一下周圍的茶館的議論 只聽得眾人說 喂 清君進了城 紀律還挺好 不是好像傳聞那樣 只懂得殺人搶劫 我聽人說 清君則路上不駐城不擾民 只要投降都不會散 經過窗離院的時候 還開瘡濟貧 又有個老百姓說 是啊 大清那個王爺入城 又不點拋 又不用笑櫻花 也都不要武揚威 安安靜靜地進來了 嘿 我還看見公安民告示 看來這個大清王爺都很明白事理 有一人就說 唉 這樣就可以定點來了 不用周圍走難了 有個老人家說 唉 天下大亂了這麼久 這個 可能有些好日子過了吧 嘩 多耳滾聽到 他心裡很感嘆 對泛民情說 洪先生要我入關之後 安撫官民約束士兵 那百姓自然歸心 看來這條路真是沒錯 泛民情讚同地點一點頭 這個時候又聽到客人說 喂喂喂 大家說一下 這個大清國道有沒有皇帝呢 你還是說 只是由那個王爺說了事啊 多耳滾跟泛民情聽到的疼疼疼 兩個人都沉默著不出聲 這個時候 在聖經的皇宮花園裡頭 大玉兒和蘇莫爾兩個散步 蘇莫爾也很擔心 他對大玉兒說 嘩嘩嘩 我聽報紙的人說 十四人在明朝大內的武英殿那裡 坐上寶座那裡 接受大家的朝河 聽說 唉 現在京城也有很多傳言 說 大清的只知道有個瑞親王 都不知道有皇帝了 大玉兒是不以為然的嘛 這樣就難怪的 是他帶軍入關的嘛 唉 這樣就是了 現在八旗的精兵強將都被十四爺帶去 留守我們聖經的都是老弱殘兵 萬一 你說萬一十四爺他 他不會的 哼 我說王太后呢 恐怕 也有些擔心 你說十四爺他就算不會有異心啊 但如果他身邊的人 個個都在亂說二十四 蒙蔽了他的 那 大玉兒沉默了一陣 拿出了那塊 多爾滾送給他的龍形玉珮 遲了一下就說 蘇姆兒 不如你幫我去一趟北京啦 我 嗯 就是你 自從那天去過茶館之後 多爾滾經常約有所思 那天他就叫了泛民情禮 兩個人沉入了半天 多爾滾先說 范先生 我心裏面有個疑問 范先生可不可以為我解言呢 王爺 你的意思是 眼看著大清現在就要得天下 不過皇上年幼 沒有辦法號召天下 王爺 恕我直言 你現在是不是猶疑著 需不需要自立為帝呢 唉 我有我的難處 好多人都用種種的理由 勸我清帝 王爺 你現在已經是有實無明的皇帝了 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明實不符 總是令人覺得不痛快 而且 我亦都有我的隱衷 一想到舊事 我就心潮洶湧難以平復 王爺 你和先帝之間的恩怨我都知道些 但是為了大清國 沒錯 就是為了大清國 怕我和豪格的衝突引犯內空 才想了另立皇子這個折衝的辦法 但現在我帶著八旗精兵入關 豪格 一串功勞都沒有 形勢消掌 從此再也沒有機會也沒有本錢和我爭 王爺你壓得一時的不滿 但壓不到後世的評價 中國幾千年來 周公是最為世人陰陽的先帝聖賢 周公和王爺一樣 輔助有主成就了不留的工業 地位之高 願勝帝王 還有一個例子 明太祖全衛給他孫 兒子燕王不滿 散衛自立 就算他的政績不算好壞 但是散衛總是一個洗不清的污點 難逃使家的跑諸不乏 如果要做周公 還是做燕王 你要爭一時 還是爭千秋萬世 王爺 我相信以你的才智聰明 應該知道怎樣取捨 多爾滾沉淫而不出聲 在這個時候有個侍衛進來稟告說 啟稟王爺 成經特使來到 急著要見王爺 多爾滾都覺得奇怪 特使 哪裡來的呢 他即時 進去前邊等 一進去 一進去就見到蘇末爾 向前直奔而來 多爾滾一 見到他就高興了 哎呀是你了 你做什麼來啊 沒有 我是親自來和王爺賀喜的 哎呀蘇末爾 看見你我真是高興了 北京城很繁華的 我叫人帶你四周走走走 啊 慢著 一些正經事還沒辦 蘇末爾一邊說 一邊在三桌裏面 拿了一個錦布包袱出來說 這個是格格要我帶給你的 多爾滾很奇怪地接過來打開一看 原來就是那個大玉兒身秀的荷包 不斷整個疊疊 格格還有一句說話 說 這個荷包 只怕比不上江山貴重 不過這個是格格的一片真心 這句說話真是千鈞那麼重啊 多爾滾就只覺得心頭一沉 他嘆了一口氣 拿著那個荷包沉淫了很久 他心就痛苦地掙扎著 唉 算了 算了 我都是做周公 我不做燕王了 於是 多爾滾即時決定 派遣特使去盛京再次報展 並且是迎接兩宮皇后 以及皇帝順致入京 本來孝端皇后這幾日 覺得深水不靈 他怕著多爾滾 賜著自己立下大公 突然間自立為帝 這樣就閉加火了 但就在他們商量著的時候 就已經接到稟告 說攝政王派一特使回京 公請皇上和兩宮皇太后南下入關 問頂北京 共商軍政大計 大玉如和孝端皇后聽到 孝端皇后這樣才鬆了一口氣 哎呀 祖宗保佑啊 大玉如聽到這個消息真是百感交集 她不由得偷偷地哭起上來 但各位 若知後事如何 我們一定下回分解了 下回分解了 今天又要看